大家好,我是龍振天,歡迎大家收聽這一集的運氣法則 這一集我們主力探討怎樣利用潛意識去吸引金錢 金錢在社會上,尤其是現代社會,重不重要呢? 當然它不是最重要的,除了金錢以外我們人生都有很多東西追求 但無可否認,金錢亦都是我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當我們一睜大眼,踏出家門口開始 我們就已經面對種種的金錢問題 食早餐、交通、交際、食飯、買東西、住屋、各樣 甚至乎我們要有家庭小朋友、供養父母 有時要去看醫生,全部都是跟錢有關 那怎樣去吸引金錢呢?成為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一個課題 這一集主力和大家探討 在開始之前,看看大家有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未訂閱就訂閱,按隔離的鈴鐺 確保每一集收到我的短片通知 讚好,可以鼓勵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我現在先更新一下我的近況 大家看看我背後的設定 我仍然在錄製,我正在錄製 我正在來新的課程 溝通人員致富術,溝通技巧 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應該一連兩集運氣法則都是這個場景 亦都證明了一件事 我已經是連續兩個禮拜 由早到晚都在這個寫字樓 這個場景裏面去錄課程 那我就很有決心 我一旦開始了一件事 我做事我很投入的 玩我很投入 放鬆,可能完課程 我就會想個地方玩 以前我通常都會去旅行 我其實最享受就是 我的課程推出的時候 我多數都不是在香港 有試過去日本 那次去鹿兒島 那次去六合彩三獎 那次起事重重很開心 又試過在Banggok 不同的地方我都試過 但這次就沒有了 但我仍然都會獎勵自己 可能去找朋友 可能吃餐好的 好了,講到這些 旅行和朋友吃飯 全部都是跟金錢有關 那我們這麼著眼於金錢 有很多人就解讀它表面的意思 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潛意識去吸引財富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我都不難發覺 身邊有些人 大家又 cross check 是不是你自己都是這樣 每日很努力上班 又不遲到 又不早退 很勤力的 融融的一路做做做做 每個月月尾就出糧 很穩定的 但是過了很多年 但收入自己又不滿意 甚至乎公書教學不到 自己的生活都好像不是那麼滿意 找不到的突破 原因在哪裡呢 原因就是自己沒有去思考過 怎樣是一個正確的方法去吸引金錢 人都是這樣的 我們的顯意識只不過是佔了我們5% 我們現在做的事 我現在跟你說的事佔5% 其實有95%是來自你的潛意識 當你的潛意識 方向你一搞對了 其實就是那些財富人員 所有的運氣 源源不絕地湧過來 大家如果有參加我的運氣法則 也都可以留意下面的連結 運氣法則我都有一個連結 就是怎樣去幫大家 利用一個潛意識去改變運氣 也都因為這樣 潛意識對每一個人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怎樣利用那個潛意識 去吸引財富呢 不是說我們顯意識我們做一件事 或者勤力工作 當然勤力工作必須 但是更重要就是背後 你做的事對不對 你到底這個mindset對不對 你的磁場對不對 你的磁場對不對 如果你的磁場不對 你其他事你不用想的了 你無論表面你如何努力 都是沒有用的 我想起了 最近我有一篇blog 就寫 我不記得所謂的客人 還是網友的經歷 他出生是應該是我的客人 原生家庭有問題 自小的 爸爸很小就走了 認識了另一個女人 走了 是一個破碎家庭去長大 面對很多社會的問題 就是住屋搬來搬去 可能家裡比較貧窮一些 居無定所 被人遺棄 就是所有不好的東西出現了 而形成他怎樣 原生家庭影響了他的潛意識 他會怎樣 他會覺得男人很不可靠 男人信不過 全部男人都是說謊 於是他怎樣 他每認識一個男生 因為他外表長得不錯 所以桃花運很強 男生一個接著一個 他做銷售的工作 很多客人第一眼見他 已經在股票 接著千方百計 問他拿電話 找藉口 甚至追求他 約會 拍拖 他拍拖次數很多次 但是共同特點是怎樣 他每次拍拖 都是很短時間分開的 一般來說 一至兩個月的課 差不多 拍了幾十次拖 他的特色是什麼呢 大家留意一下 他這個mindset 因為對今集之後 怎樣吸引財富很重要 他怎樣呢 每次一個男生 他就會問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顯意識 你是不是喜歡我的 你是不是喜歡我的 你是不是愛我的 你是不是愛我的 要那些男生說得很白 你說一次不夠 你可不可以多說幾次 我沒有安全感的 我個人 我是很認真的 我一旦投入了 我回不了頭 我一定要找一個人結婚 他對一個初次約會的男生 都是這樣說 認識一個沒多久的男生 他已經是這樣說 接著這個男生 他對著他 我沒有安全感 你要我看著你 我要不停看著你 你最好每15分鐘 你WhatsApp給我 拍照給我 告訴我 你在哪裡 每晚又會說 兩個小時的電話 你睡覺了嗎 不要你這麼早還沒睡覺 你跟我聊到凌晨兩點半 應該到時你眼睡 我頂不住了 你睡覺 你一擦大眼 你什麼都不要做 牙都不要拆 你第一時間 你發個訊息給我 拍照 在你家床上 你記住一定要這樣做 你聽到這些事情 你有什麼感覺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世界哪有這種人 也不會有男人答應他要求 怎麼會有些男人會心甘情願 這些根本嚴格來說 都不是拍拖的生活 這些是什麼 是一些不好的生活 被人盯著的生活 不會有男生喜歡這樣 坦白說 不會有一個男生 喜歡長期這樣 他也肯定找不到一個真愛 為什麼 因為他的生活方式 或者表達方式 不恰當 而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 你以為他這樣找不到男生 你錯了 他認識的男生 是一個又一個出現 而那些人是什麼人 你想想那些人是什麼人 一個正常的男人 會不會這樣跟一個女生 拍拖交往 當然不會 他想到 他會找到什麼人 他就找到穩食男 不停找到穩食男 奇怪 我這樣 我要大量看著他 又要他打卡 怎麼會吸引到穩食男 你真的有所不知 那些人是怎樣 你就是喜歡這些 你就是喜歡表面的東西 你要表面迎合你 我有什麼所謂 我內心根本 我就是想跟你有男女關係 我擺明了 我不告訴你就可以了 你要認真感情 對我就是要認真感情 你要發脾氣嗎 對我最喜歡女生發脾氣 發多些 你發得不夠 你兩個小時發不夠 他可以開頭認識男生發脾氣 發到他沒有力 他自己滿意很累 那男生都說 你再發多些脾氣 我最喜歡女生發脾氣 你發多些 令他怎樣 有感覺 我找到一個適合我的人 我又找到一個真愛 那個穩食男 咦 你要聊電話 對我最喜歡 就是不停聊電話 你不要擔心你黏著我 我一輩子都黏著你 我下輩子都約定你 我下輩子都來纏擾你 開初認識一個星期 一天可以講二十個小時的電話 不停由早到晚見著 黏著 嘩 手不要離開我 他的手要夾東西 你的手不要離開我 你一定要抓住我 知不知道 我不可以沒有你 他不是在顯意識那裏 他滿足於他的顯意識 但潛意識是怎樣 潛意識根本就是這樣的磁場 你期望找到甚麼人 你真的想到有這樣的磁場 你可以找到一個對的人 有一個真正愛你 有一個未來可以相處幾十年的人 根本是沒有可能的 他不明白 到最後我解釋給他聽 他才想回 咦 是呀 而他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他潛意識影響 他小時候原生家庭出現了問題 他自己根本都不知道 因為他一直都是以這個方式 去跟那些男生相處 也不會有男生告訴他 那個潤食男賺完食 走吧 還跟你講道理 不如我們談一下 那裏表現 這次我們的表現是怎樣 不會的 那個潤食男走了 然後封鎖過去 他便很沮喪 而且他很疑惑 為甚麼會是這樣 財富都是一樣的 你不能夠說 在這個顯意識 我要賺多些錢 整天滿口都是錢 我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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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天都說我沒有錢 你到最後 你就真正就賺不到錢 又或者 我需要錢 又或者是 我需要錢 但我賺不到錢 我都是賺不到的 我賺不到 到最後你就賺不到 唯有怎樣 唯有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你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你要做對的事情 好像最近這樣 大家有聽我的podcast 我有一集我都說 跟一個營養師有關 我去見了營養師 怎樣很快的減榜 現在向鏡頭看見我 身形我都ok 完全不是大隻 有些客人朋友 說我精神了 容光換發了 臉開始升降了 臉好像包包臉 這樣 其實是怎樣呢 當然我目標都是要減榜 目標我要收身 目標達成 但達成之前怎樣 你不要在意 你不要 你不要 走了正學飲食 第一天你就馬上去榜 你不用榜 我很放心 兩個星期去榜一次 去完營養師 又減了榜 你又減了榜 恭喜你 你又減了榜 是怎樣的 你做對的事情 那些事情自然而言 就會來的了 這樣去吸引財富 都一樣 你的磁場對才行 你的磁場不對 你怎樣去硬來都沒有用 就等於這樣 有沒有女生 有時都會 認識一個男生 剛剛認識 那個男生很有錢 類似這樣 可能那個男生是 裝個女生 每個男生根本都是黑心男 然後就有一個顯意識 經常說 你給我錢 我不夠錢 你有沒有錢 你給我錢 沒有用的 到最後對方會給錢 當然不會給他 而怎樣 你要錢 對 我最喜歡給錢人 不過 就不是今天 我沒有按機 我未預備好 下個星期 遲些 我們好些 我就會給錢 結果怎樣 一次又一次 推自己到陷阱上 所以你必然 要在潛意識的方向 你要先搞定 今天我就有些分享 我想去告訴大家 第一樣 你努力一定是對的 成功的共通點 成功的人的共通點 一定是非常非常之努力 因為你不努力 基本上除非你繼承為產 兩個原因 第一 繼承為產 第二 就中落彩 如果不是這兩樣東西 我在精進掌握運氣都有說 你其實就很難 又不努力 又懶 人甚至乎工作都有問題 而去賺到錢 很困難 這個世界是有一個等價交換 你一定是有些付出 只不過就是 這個世界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 個個都上班八個小時 為什麼這個人 年薪過一百萬 這個人年薪過一百萬 十萬都問問哪 分別是哪 大家一起都是努力八個小時 問題就是他們努力的事情 他們做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而他們做的事情 努力的事情不一樣 背後是怎樣 背後就是經過一個思考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思考的過程 我不介意很努力的 我每天甚至乎 我做十六個小時 我現在平均 我都是一六課程 我就是 平均 十四五個小時 我都起碼 有時是十六個小時 睡幾個小時 我又回寫字樓 又再做 只不過 你努力之前 你都會有些思考 你去工作之前 你都會有些思考 例如怎樣 我之前有提過 天賦知識技能 你入了一個 合不合你自己的平台 你有沒有落在其中 你工作有沒有熱誠 那個工作 適不適合你發揮 那個工作 是賺不賺到錢 這個是自己需要去思考 如果不思考 就怎樣 不思考很簡單 就找一些不需要思考的工作 何謂不需要思考的工作 大把人請的 為甚麼 因為那些是不需要思考 人家買你時間的 譬如做個收銀 做個茶餐廳服務員 類似這樣 清潔 洗碗 勞動的工作 人家買你時間的 要有個人在做這些 很簡單的 那些事情不難的 不過就是買你時間 你又不可以走開 其實就是這樣 那些工作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永遠永遠方向 如果我們要吸引財富 我們永遠不可以利用自己的時間 去換取微薄的薪金 這個概念很清楚 當然一時三刻 可能未必改變到 譬如做文姐 我沒有一技之長 師傅 我做文姐 每個月的薪金 可能是文員 萬多元 可能是萬一、二元 我都不知道怎樣 不要緊的 這個只不過是當下的情況 而事實 身邊很多人都會告訴我們 你當下的情況 絕對不是你將來的情況 你當下的情況是這個位 你將來的情況 你要在這個位 甚至乎再高一點 你要去到頂尖 中間你必然做了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除非繼承為產重落財 如果不是 你必然做了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你才會去到將來的位置 而很多人欠缺了這部份 這部份是什麼 這部份就是想法 你就要有一個想法 你要去改變自己 你有了想法之後 你就向著你那個目標 你就去進發 當然 師傅 什麼想法 這樣很難告訴你 為什麼 不是我不想告訴你 而這些問題太空泛了 每個人的學歷不同 他的長處不同 譬如有些人 他那個長處 他紮紮跳的 他要見人的對外 譬如有些人 他是演技師 他要在台上表演 他沒有台王者 你叫他做文職 影響 怎麼搞啊 當然搞不定 就等於我們的健身教練 他真的是born to perform 做健身教練 就是不停去建議客人 互動 聊很多話 操練 他最喜歡的了 他說一天做十二個小時 十四個小時 他不停 為什麼 不厭倦 為什麼 因為他真心想他的客人好 真心想跟他的學生 真的有進步 那個滿足感 用錢買不到 還是有個人 他真是思考型 譬如我這些一定思考型 你叫我說要出去做另外的東西 或者一些工藝 做鐘標 我真是最猛的 我記得十幾年前 有一個大人之玩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那時候去日本 去東京 去一間百貨公司 我看到很有趣 那些什麼鐘標 嚴格來說 都不是什麼瑞士蘇黎世鐘標 都不是那些 那些很簡單 小學生玩的那些 幾塊塑膠砌 有幾個齒輪會動 你知不知道我怎樣 那個零件 我在砌 砌了十分鐘 砌不到 然後破斷了 然後我很生氣 我整袋東西 原裝整袋東西 我放在寫字樓的垃圾桶 我都不睡 我直接走出去 丟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都不擅長 那些 那一刻開始 我都知道 我根本不是那些人 所以你不是那些人 做不到那些事 所以很難說在影片 就等於我很多網友 來信 跟男朋友感情淡了 如何養他愛我 你問這些 你自己想想 也有問題 個人的情況不同 雙方背景不同 兩個人的樣貌身材又不同 大家追求的東西不同 價值觀不同 我怎麼能夠 單憑你這麼簡單的答案 而我給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還要可行的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當這些人去 我也看過的 還有一些Facebook直播 專門幫人排解感情問題 他真是 好東西 他真是 他真是可以憑著這句話 男朋友對我淡了 如何讓他愛我 他可以講足半個小時 全部都是垃圾 半個小時 你聽表面好像很有道理 你聽清楚 全部都是垃圾 為什麼是垃圾 因為都不知道 那個問題所在 那 怎麼能夠那個人 給到一個滿意的答覆 而那個人可以講半個小時 我真是佩服他 這些人必然想起 一定是有些問題 亦都沒有邏輯 有邏輯的人 不是 邏輯就是要解決問題 你的問題在哪裡 我先去解決清楚 你的問題 再加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根據邏輯 我亦都有過去的經驗 好像我幫人解決感情問題 客人找我做感情諮詢 為什麼全部都很滿意 過後每個客人都會發訊息 謝謝你師傅 今天才適合一個 謝謝你師傅 我真是明白了 你這樣說 我完全掌握到我的問題所在 我今天那一刻 他就是想法太感性 他以為想很多東西 他做很多東西 對他男朋友 但你那些東西不實質的 你全部是由你自己的角度去想 譬如我會做很多男朋友 根本不會欣賞的東西 他都不敢興趣的東西 他就去做很多東西 沒有意思的 所以 為什麼我可以解決這麼多人的感情問題 工作問題 生意問題 因為我就是根據過去的經驗 整理而成 根據邏輯去分析 邏輯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難找一條片去講完 但萬面不離其中 你想一下當下的位置 大概都是這樣的 你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寫出來 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有些甚麼你可以做 有些甚麼資源 你可以找到他們幫忙 譬如有貴人 有朋友會介紹 我想入某個行業 可能有某個朋友是你的貴人 介紹你入行 我很多客人都是這樣的 現在的平台是否適合你 你是跳跳扎 還是思考型 還是怎樣 有些甚麼的行業 是賺到錢 你有沒有機會可以投身那些行業 還有你做的事情 你都要看一個前景 你現在去做化工 真是麻煩 現在香港哪有化工 做廠真是麻煩 現在全部都萎縮了 你不要運一些殖洋工業 又或者是未來的20年沒有發展 反過來 譬如說醫療 我覺得醫療是可以發展的 教育是可以發展 為甚麼 人口現在不停老化 個個都要看病 你看那些醫院 開完一間又一間 全部都爆了 你投身到這個行業 當然你要付出 你不能夠說 我想想都很好 又或者聽到我找個營養師 都很好 那你就成功 不要現在 你一定中間有些行動 只不過是你行動之前 你要有些思考 就是這樣解憶 好 第二樣 不要在潛意識裡 很重要 大家要留意 不要在潛意識裡 不停去羨慕別人的成就 這個是我自己觀察得回來的 意思是怎樣 看到很多人 認識也好 不認識也好 或者一些朋友 比較 妒忌 又或者去羨慕 他又好 他又可以甚麼都不用做 說兩句 年薪過了三百萬 他又好 開幾個會 一個禮拜翻兩日 真的不要這樣說 每個人都不同 那個人他背後 之前做過甚麼 為甚麼那個人不是你 這個才是反而問題的核心 你要去想 為甚麼會這樣 你有沒有給對方付出同樣的努力 譬如沒有醫生 專員人士 他又好 年薪過了一百萬 他又好 傷風感冒 進來找個聽筒 聽兩下 配藥 一個月就有很多錢 不要這樣 那個醫生他之前 讀了幾個年書 他多辛苦 你又有沒有體會過那些 如果是這樣 你就去讀 你都可以去讀醫 為甚麼你不讀呢 如果你不讀 你就不要羨慕別人的成就 每個人一定都有自己的賽道 我們看著自己的賽道 不要去強迫自己 要成為這個人 成為這個人 你都不是那一行 你怎樣去搞那一行的事 搞不到的 第一 第二 如果你的潛意識 你不停羨慕別人 意思是甚麼 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他又好 炒股票炒得這麼厲害 他又好 炒期指炒得這麼厲害 不要去想這些 你要想 我想不想炒期指炒得厲害 我想不想買股票買得厲害 如果想的 去回第一條問題 自己要思考 我可以去哪裏 學一些相關的課程 我可以去找一些甚麼的朋友去請教 想一些資料 現在免費資源這麼多 上網看片 我去看哪一類型的片 看看哪一個人 他講話 我覺得很合理 我跟了他 我真的可以有些成績 思考一下 去跟對的人 做對的事 這樣 你都是勤力的 你的方法就會扭轉 所以這些 一定一定 要在自己的潛意識打底 一定一定 不可以說 羨慕那個人 他又好 他又怎樣怎樣 他又好 不要去羨慕別人的成就 看著自己的賽道 想想自己想成為一個甚麼的人 我接下來的溝通課程 都是一樣的 不要去羨慕 他又好 他又好 不要這樣 你不如想想 你怎樣可以令自己的口才好些 我現在不是叫你做一個一流演說家 不是叫你做一個總統 幾百萬人要演講 不用這樣 你照顧日常圈子 你社交和朋友都打個招呼 又或者 在一些社交場合去認識新朋友 其實不難的 大部分的人 天生溝通技巧都不好 但是只要有正確的方法 在課程裏面 我寫了 有了步驟 第一次見面 應該要怎樣 要做些甚麼 甚麼身體願 那些不難做的 你對著做 你已經是有一個不錯的人緣 這麼簡單的事 那為甚麼自己不做 又去羨慕別人 真的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羨慕別人的成就 想想自己的賽道 有甚麼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 第三樣 亦都很重要的一樣 就是在腦海裏面 永遠不要說No 永遠都是Yes Yes 當你要說Yes 人的大佬很奇怪 如果你不停說No 有些負面的想法 你就不會做到那件事 而當你的想法是積極的時候 你自然會overperform 好像我一樣 我早兩天去做Dream 自己行飛機 教練叫我做Air Bik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 很辛苦 Air Bike 腳要踩 手不停推拉 不停 嘩我真的 就算你做到很慢也好 其實都是很吃力的 我做不到 到最後我其實沒氣 教練叫我做120個卡路里 其中一部分做Air Bike 然後要去做那個蛙艇 然後再做個Ski類似的樣子 嘩我做到不知道60個卡路里 我已經沒有氣了 而且花了很多時間做 然後怎樣 然後我眼尾熟到 教練那天原來回來了 那我自己做 我不會約他 他也可能有其他學生 他要上班 嘩我眼尾熟到他 我多害怕 我怕他能看到我 那樣子 然後怎樣 然後我開始踩了 嘩我踩到很爽氣 一口氣我就踩完 剩下60個卡路里 而那個時間 比之前快了一倍 人都是一樣 一個人 都是師傅我一個人 分別在哪 其實就是 你會over perform 就是你那個潛意識 嘩教練在這裡 我不可以怠慢 人都是要有些外來的因素去影響 那怎樣 你不好吃 我自己不行不行不行 那你到最後你就不行 那你不會去試 你明知道那件事不行 我不會去試 定還是覺得 我可以做到的 我怎樣可以做到 那好像我錄網上課程 兩年前我第一個網上課程 真的不行了 你怎樣搞 真的 我的客人說 哇 以為你真是很大間那些 production house 幫你搞 其實是由頭到尾我一個人搞 就是難以置信的 十幾個平台怎樣去做一個 integration 各樣 大家有參加過課程 你要知道的 客人對我網友對我讚不絕口 都說 哇你這個課程 真是一流 所有 留意到的細節 我可能遇到的問題 你都會照顧得到 那些全部是我想出來 但是 開頭不是一帆風順 當然不是 開頭經歷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平台都換了四個 你想一下我網上課程 如果我那時候 這麼難的事情都是不行的 又或者 網上課程 關我什麼事 我當然是做不到 那我不會有以後的故事發生的了 那YouTube也是 我YouTube 我一開頭已經錄到 又可以打光燈 當然不會 就是你開始了 想一下有些什麼 你可以做 慢慢一步一步加下去 所以 永遠不要在腦海 有一個否定的想法 當你一否定 等於什麼 等於放棄 當你一放棄 就一定不會成功的了 當然你想的要符合現實 例如會這樣 例如我想生對翼的飾飛 我 那個問題就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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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yes 我怎樣可以生對翼 方法是how 那當然不行 這些是現實的事情 但我們有很多時候都是 例如工作 我們想好些 我們想賺多些錢 我們要搞好我們的潛意識 正面的思考 這些完全完全在我們日常生活 完全是做得到的 那個關鍵就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在腦海那裡 一定一定 你一定要有一些正面的想法 大腦會被你瞞騙 當你有一個正面的想法的時候 你會慢慢 那個人就會正面 你的身體語言 行為各方面 你向著對的方向 你就會走 等於這樣 人有時經歷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譬如我股票輸錢 經常都有的 旗子輸錢經常都有的 這樣 輸了 那怎樣都沒有辦法的 還是你真是 中日茶飯不思 不開心 你不要輸身家就可以了 輸都是有限錢的 我開頭都是試玩一下 其實都是很少量的錢 你會不會那個心情呢 你不要想那些 想一些開心的事情 禮拜一我再來 其實有什麼方法可以更好 你一瞬間 瞬間領悟 我們經常說 鑽念就是這樣 一秒前 經歷輸錢 一秒後 我不輸了 我其實想一下 下星期我怎樣贏錢 有什麼方法我可以贏到 找朋友討論 上網我們再看再試 我經常都不說 只要不是一個fatal error 不是一些致命性的錯誤 就必然沒有問題了 所以你一定要搞好自己的潛意識 財富一步一步就會吸你了 就會不停吸金了 好 這集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 記得記得在下面留言 也like我這條片 share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按在旁邊的鐘仔 每一個星期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按摩